用高温吹 用高温吹 电流比较大 对不对 头发上就比较强 不过同样的 时间夜酒就是一样的结果 吹没大咖啡 吹夜酒就是一样吗 对不对 轻吹吹的头发 我们现在所讲的 池塘队的影响是这个 感应电流 一个毫高湿 一个毫高湿在人体的表面面积 一面积一平安公尺 会感应电流 0.001毫高湿 比如说一个毫高湿的时候 在这个环境里面一毫高湿 或者在这里面 我的肾体表面积一平安公尺 会感应电流 一个micro湿匙 就是0.001毫高湿 那把它称以五万倍 那么就是退位 0.001毫高湿 乘以五 五十毫安公尺 对不对 五万毫高湿的环境里面 人会感应 五十毫安公尺 这五十毫安公尺 又在表面的话呢 人面的房子 癢癢癢的 但是如果电流都穿过心上 人就死掉 患家说 五十毫安公尺 是人体接受电流的什么 0.001毫高湿 过这电流以上 你一定死 所以 但是还好 我们感应如何 感应如何表面的话 没有穿过 我们人在这个地方 吃上瘤 吃上瘤 可是人在什么 电流最大的表面 没有穿过心上 没关系 那还好 所以全身湿大大的 电流的毛 没有表面穿过 没穿过人体 所以很多人被高电 电到没有死 电流在表面 没有穿过心上 那如果说你今天 哪个电线 电两条线后 一根拿去一根 一根拿去一根 电流都穿过去 温戏 了解吗 这两条线后 右手拿一根 手拿一根 电流都穿过去 一电死 这方向哪里 交大 交大资讯 也就走一个学生 做实验 这不用做 这温戏要做实验 不用做 他做实验 他做实验就死掉了 这不应该 这老实不应该 所以我们做电器 做事前 永远摟手给你看 我一定用一只手 我一定不想指手 用一只手 这个就很怪不 或者用右手 那人的心上可以做电 用右手 所以手 走黑人不是我们电器 走黑人不是我们电器 走黑人 走黑人不是我们电器 喔 好